香港的服务态度近期在内地成为烟门话题 不少人认为越来越差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不妥呢? 我们亲身测试过 怎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好客之多呢? 欢迎收看《时事当面看》 这是近二十年前政府推广旅游的宣传片 一句热情香港,好客之道 不少人或者都还有印象 但是内地社交平台近期就出现不少 针对香港服务态度的投诉 后疫情时代,全球都在抢跟旅客 面对负面新闻,香港应该如何提升吸引力呢? 香港号称是美食天堂,获气小丑 特色小菜 还有一款令到旅客吃到咧咧来 不过他们就吃到一吐气 在内地的社交平台近期不时有人发文 投诉香港的食事 特别是茶餐厅,服务态度差 例如想要吃饭又没人理 想吃饭又没得换 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去到尖沙咀这间茶餐厅 测试全程讲普通话 要找个适应都不容易 介绍过餐厅的食物,正式落单 有什么喝的?这边都是喝的,你那边都是喝的 我们尝试叫一份菠萝油 我们同住在香港已经18年的意大利籍艺人 Elia,再去到另一间位于中环的面店 全程讲英文 你推荐什么? 第四个 三叉 落单慢一点,私鹰又有其他东西做 这些是草莓,这些是香草 然后这些是香草 吃完了,准备埋单 阿貞,阿貞,我两个叫她出来,她五个一起 它可能会比较疲惧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话 你肯定不会感到服务或拒绝 它是非常直接,非常诚实 所以没有约翰的水 没有约翰的约翰 你必须要求和付费 Elia早已形容日本地生活 但她说在心目中 既好吃又好服务的餐厅 在全港一直搜索得光 人家认为不只吃饭 特别是游客 他们亦希望能够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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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组织的感觉 如果是欢乐、还是欢乐 肯定是香港很好的东西 今时今日的服务态度 怎样才足够呢? 你好,博凯 我想问,这里有什么食物? 这里还有凍檸茶、恶饭乳也有的 我看你们冰室应该有甜品 冰室如果我们旧时的那些 类似红豆冰那些就叫糖水那些甜品 徐文伟十几年前 在提供餐饮管理课程的 杜苗学院毕业 现在就是一间 连锁餐饮集团的管理层 亦都负责内部培训 每年有近八百人参加 好像天口夜 我们会不会自动给它凉水 给客人可以降温烧和暑 推介一些比较濕一些或者汤粉面的菜式 这些就是有温度的服务 80个小时课程 其中一节要学的就是服务态度 例如是对答技巧 遇到游客就要特别留意 外国游客其实就不是很清楚 我们香港饮食文化 它的扒类和我们的扒类其实就不同 我们是港式的西餐 欧美的西餐 两者有点不同 这个要在限迅点之前 你要说一说一说一听 本地饮食价就承认 跟10年各类的餐厅服务水平都下降了 疫情之后更加明显 原因就是人手短缺 例如我们一间食股市 要100人 我请得到80个人 例如每一个人招呼4张桌 现在招呼8张桌或者去到6张桌 那变成了工作量大了 大了之后沉重了的负担 就变成了会稍微对人客态慢些少 这个是必然的 梁振华说每天要面对各式各样 古灵精怪的投诉 但矛盾多数都是出自沟通不足 并不是歧视 消费会说今年头四个月 已经有近600宗游客投诉 最多的涉及合约和收费增压等 服务质数就排第五 占了大概7% 以货品分类的话 最多投诉就是旅游事务 食丝和娱乐就有7% 我会相信如果你是以专业的态度去处理一件事的话 其实就算怎么忙怎么不够都好 见微知确实有些方法 去处理这些问题 令到大家整体来说 希望可以处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的同事 也不要把我服务质数下降 他说香港过去一直都是旅客热门的目的地 但如果旅客有不好的经历 都会影响对香港的印象 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感受 其实都会动员到一个消费者的心 当你整体整个香港是下跌了的时候 其实人们就会记得你 全部都不好的了 然后我就想想一下 我有A、有B、有C的地方选 怎么我一定要选你香港 小卫会说留意到近年不少的旅客 都喜欢直接在社交媒体投诉一些食肆 说他们若果又不满 其实可以先跟小卫会反映 等会方介入和调停 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 香港已经准备就绪 你都快点来说声 政府近期积极推广本地的旅游业 希望可以吸引到旅客来香港 说可以探索新体验、新优势 我觉得香港人很热情、很热情 对,然后也很友善对我们 像我们刚刚打车 我们也没有带现金 然后师傅就说不用不用没关系 就不用收我们的钱 有很多的不方便 就是交通方面吧 就可能对于我们来说 旅游来说盲目吧 这个城市 但相当的拥挤 他们又有另一种经历 真的因为支付的问题 而遇到少少阻际 我想这个也是旅游的体验之一 近日国泰航空有空者被指歧视非英语乘客 事件在内地网络持续发酵 令人关注对于香港旅游业的影响 只是一个国泰又未必代表整个香港旅游园 它只是其中一部分 香港始终有吸引力 因为现在开放了只几个月 这么多所谓的不是那么好生物 原因可能因为太受欢迎 反过来我们太受旅游欢迎 所以引致到很多人来 总会有些案件会说出来 这个Q字标志代表获旅发局旗下 优质旅游服务计划加许 全港现在有千几个品牌 七千七百几间店铺取得认证 涵盖饮食和零售等 我们实地体验过的两间餐厅 都没有新领优质认证 全港大约有一万七千间持牌即市 但属于优质的 大部分都是连锁或者集团旗下 比较地道的 或者地区小半经营的就比较少 什么叫优质 就是价廉物美 环境好 有礼貌 真货 去旅游的时候 也未必一定追求优质服务 可能是想追求一些 当地地道的一些体验 计划推行了二十几年 去到今时今日 对推动业界改善服务水平 有多大帮助呢 最少我对我们获得Q mark的商户 是有信心 他们的员工 都是获得合适的培训 都是互有一个用心去提供优质服务 大家都开心的时候才能做到真正的好客之都 业界希望政府放宽输入外劳规定 认为多了人手 有助提升服务质素 旅发局就透露 即将有宣传活动 推广好客之道 希望可以提升香港的形象 时事当面看 今集时间就够了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了 各位亚冠口为 鑽石山荷里活广场发生谋杀案 一个男人斩伤两个女人 39岁疑凶当场被捕 而26岁和22岁女生者 送院的时候昏迷 最终不治 有观众提供的片段 下午大约5点半 两个女人在荷里活广场三楼 一个白衣男人突然迟到 从后冲向其中一个人施杀 两个女人尝试反抗 但是两个人都被刀伤 躺在地上 有人为他们做心怀压急救 大批军装警员到场 持长盾胡椒蛋球枪 三十九岁二胸被警方钢琼制服 现场留下大量染血的纸巾和急救用品 警方也都向作成职员了解案发经过 不少店铺落闸 暂停营业 反恐特行队也都出动 警方拉起风锁线 两个伤者送院的时候昏迷 送到去联合医院救治 无线自己就一脑进玉堡 有目击者说 事发之后 疑空没有离开现场 有一两个在这里叫救命 我以为是吵架或者其他事 没有什么特别意识到 是斩人事件的 他是没有走到的 是在三楼附近的位置 总之在事发的地方 但是没有走到的 我怕了 其实我发生这么大件事 我都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会很担心 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那个人 那个人我都觉得他都挺狼狼的 有个女人叫 叫了之后 接着男人就拿刀砍他 那些保安就即时叫我们拉闸 是的 就确保我们安全了 男人就站在那些坛里 他站在那里就震撒 不动的 好像僵尸那样站在那里 不动 最后就看到有个女人躺在地上 就算警察来抓他 他也是站直在那里 整个人好像木头那样 很害怕 我说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什么事发生什么事 我说如果大家感情 就不应该这样做法 一家小巴由港铁红磡站落车 和上车的工程车箱撞 最少狗人受伤 事发后小巴车顶撞到变形 车头和司机位玻璃碎裂 车内玻璃碎散落一地 救护员到现场协助伤者 有人头受伤 也有长者由担架床送上救护车 有警员在现场调查 小巴晚上大约8点 原创运到往基里市南路 载到世界殡仪馆附近 和隔离线型头方向的工程车箱撞 政府放宽给未毕业大学生 提早投考公务员 公务员事务局说 不会设指标 又透露有几轮部队考虑跟随 今年开始大学未毕业 还读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 都可以投考公务员 被视为政府抢人才 我们没有真的去定一个死的指标 说我要吸引多了多少人来考 因为始终都是要那些同学 他有这样的志向 他已经很清晰了 自己是想这样做了 我想新的措施才会发挥到意义 但是我们都希望是一个很清晰的信息 给到同学告诉他 如果你有这样的我们要求的水准 你有服务的心志 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杨河培恩说公务员的招聘程序 一般都比私营机构长 是因为要确保每个申请者 有公平的考核机会 承认这样或者会流失人才 但是当局无以更改 又相信公务员的工作 仍然有吸引力 所有公务员职位加上 我们真的收到数十万个申请 其实我们的薪酬在于一点都不差 当然我不会告诉他们 是一个很空的工作 你真的可以十分准时就放到工 其实但我相信相界工作都不是的 如果他们有心服务社会的话 进来试过公务员的工作 很多这些可能在外面 已经形成了一个固有的看法 可能会改变 杨河培恩由透露 有纪律部队亦都考虑跟从 给大学生未毕业就可以投考 正是研究实际的操作细节 例如怎样配合体能 面试和不是等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 政府建议提高乱抛垃圾 和店铺左階的定额罚款 环境及生态局说 条例通过三个月后才会实施 各部门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政府建议将提高乱抛垃圾定额罚款 由1500元增至3000元 在立法会的法案委员会上 有议员关注宣传教育工作 过往有些市民将垃圾放在垃圾桶旁边 其实又是可以告的 亦都是有一些市民 就是他吐痰 就吐到坑渠那里 他又觉得都没有影响到地方 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其实又是可以告的 这些情况 这些情况过往来说 就比较多的争论 就是在这些位置 所以在这些宣传上 是不是可以再做仔细一点 我们建议当这条条例通过了 我们是三个月之后 才会实施 这三个月内 我们会实行 各个部门都会推行 一些比较不同种类的 一个宣传教育工作 包括针对一些不同种族的 我们会用不同语言去通知他们 宣传教育那方面 我们会尽量 希望可以滲透到不同的阶层 至于店铺座街的定额罚款 加幅更加大 由1500元加至6000元 有议员关注来定准则和执法力度 过往来说都很雷礼方行 一来到过了一届就立刻抄牌 我相信有些情况 你知小贩的货物流动是比较多元的 有时小贩能放下 或者他无意中 是不小心 或者无知之下造成的 可能跟促义和刻义那些有不同 因为我们看到 现在有部分违法的商户 它是将这个罚款 作为一个非法经营 非法霸占地方的经营成本 其实我们这些罚则 不是我们今天第一次引入 我们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 无论是前线的执法人员 和有关的商户 其实他们大约都知道执法的尺度 有议员建议就店铺左阶车 雷浸罚则当局话证研究 毛泉理事记者叶子华报导 黄色巨型吹气象皮鸭 下个礼拜六起延伸为港 港铁即日起 率先分批在24个车站 展出多款象皮鸭造型图案 给市民打卡 抬头仰望 有没有和它遥遥相望呢 这只黄色象皮鸭 时间十年不再沽身只影 同同伴下个星期六 一同唱油为港之前 率先延伸金钟站 一步一脚印 不用众里尋他 无论墙壁 玻璃围栏等等 到处都见到他们 我每次见到可爱的东西 我就开始会欢乐 然后这两只鸭仔我更欢乐 有颜色大家很和平 很和谐 负责展览的机构 相隔十年再和象皮鸭之父 荷兰艺术家霍夫曼合作 设计24款象皮鸭造型图案 首批即日起在中环 尖沙咀站等18个车站展出 今个月12号起 在另外6个站也会见到 感觉就好像一对象皮鸭亲自去体验香港 而现身在港铁这个地方就好像一对象皮鸭帮大家上班上学的时候去打打气 全都就透视了希望在不同的车站都可以有象皮鸭的身影 令到港九国区的市民都可以感受到象皮鸭的艺术力量和欢乐 24个象皮鸭造型都游合了各区不同的特色 每个站都只有一只 金钟站的一个就是列车造型 市民想找他们出来可能就要花点心思了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报道 鑽石山荷里活广场发生斩人案 两个女人死亡 39岁疑空当场被捕 头五个月房间旅客累计突破一千万人次 单计五一黄金周 回复到疫情前六成半的水平 李费总结外屋行程 关目前展开和谈仍然有困难 大家好,我是黄仙河 鑽石山荷里活广场发生谋事案 一个男人斩刷两个女人 39岁疑空当场被捕 26岁和22岁女伤者送院时昏迫 最终不治 有观众提供的片段 下午大约5点半 两个女人在荷里活广场三楼 一个白衣男人突然持刀 从后冲向其中一个人施杂 两个女人尝试反抗 但是两个人都被刀伤 躺在地上 有人为他们做心外癌执救 大批军装警员到场 持长盾,胡椒蛋球枪 三十九岁二胸被警方肝群制服 现场留下大量染血的纸巾和急救用品 警方也都向作成职员了解案发经过 不少店铺落闸,暂停营业 反恐特行队也都出动 警方拉起风锁线 两个伤者送院的时候昏迷 送到去联合医院救治 胡椒蛋球枪自己在一核进玉堡 有目击者说 事发之后,耳空未有离开现材 有一两个在这里叫救命 因为我以为是吵架或者其他事 没有什么特别意识到斩人事件 他是没有走到的 是在三楼附近的位置 总之就是在事发的地方 但是没有走到的 怕了,其实说真的 发生了这么大件事 我都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会很担心 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那个人 我觉得他挺狼狼的 有个女人叫 叫了之后 接着男人就拿刀斩他 那些保安就即时叫我们拉杂 是的,确保我们安全 男人就站在那些态度 这里站着震着用量不动的 就像僵尸那样站着 不动 最后就看到有个女人躺在地上 就算警察来捉他 他也是站直在那里 整个人像木头那样 很害怕 我说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呢 我说如果大家感情 就不应该这样做 港铁今个月25号开始实施新票价 九成几的乘客车费 相调不多过4号 8月中会安排一日 推出半价搭车一围 新秀费之下 荃湾去旺角 由8.7加到8.9 屯门去美肤加价之后 要16.3 贵了4号 由东冲去香港 就贵了5号 要23.6 根据港铁和政府修订之后的 可加可减机制 双延导要将服务表现回赠的 2500万回馈给乘客 由于还有余额 港铁会在8月19号星期六 提供半价搭车优惠 当日搭港铁 兴铁和港铁巴士 包括来往罗湖和洛马州过境车程 都可以享用优惠 今年头5个月 房光旅客突破1000万人次 过去两个月的客量 已经回复到疫情前超过一半 也都有一半是过夜旅客 平均会住3到4晚 比疫情前留得更加久 酒店业界说 人手仍然紧张 不少酒店还未能提供到 全数房间认识 上个月 五日黄金周旅游区生气再燃 成绩表出炉 那五日平均每日有 14万5千人次旅客来港 即是疫情前同期的六成半 5月其他日子 每日平均也有近9万人次 内地和东南亚旅客回复到 2017到2019年的六成以上 旅发局说多了游客经高铁来港 比例较疫情前倍增 占整体两成 而且客群较年轻 超过八成是45岁以下 这个月中开始将会重点 向五个小高铁车程内的客源 例如湖北、湖南、广西、江西、福建等等 推广高铁香港游 另外过夜旅客的比例也比疫情前略高 占大约一半 流港时间也稍长 由疫情前平均3.2晚 增加到3.6晚 不过酒店平均要1500元一晚 比疫情前贵超过一成半 业界解释供应紧张 主因是人手不够 认为输入基层外劳有助舒缓问题 我们今天最高可以缺乏 大概9000的酒店业重业园 当中在我们的执房 或者前台人手比较缺乏得多 前台甚至有很多时候 我们是请不到一半需要的人手 一个恶性循环 我们的人手短缺 或者是在其他行业都抢我们人手 都担心会影响到我们长远 旅游发展和我们服务的水平 除了人手影响接待能力 旅发局说多少游客来到 都要视乎航空业的复苏进度 但是对超越年初定下的目标 即是全年接待2600万人次旅客感到乐观 将会举办多项盛事 包括7月在湾仔海滨被封堂的 乐罪维港海陆加年华 而实体的美酒佳牛 纷纷冬日巡礼等等 规模也都回复到疫情前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轻报道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总议上个月访问欧洲行情 说俄乌双方和谭大门并未关死 中方原意继续推动谈判 并考虑再次派代表团访问欧洲 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 星期五在北京出席活动 介绍上个月访问欧洲五国的行情 李辉说今次是中方第一次专门派 屯赴相关国家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开展外交工作 访问达到预期目的 各方都希望和平解决危机 但战争升级风险依然高企 目前看来各方坐下谈判和谈出成果 可能还面对很多困难 只要是有利于缓和局势 推动谈判的事中方都愿意去做 只要和平有一些希望 就应该积极做出努力 而不是任由冲突发展延当下去 更不要火上浇油 重要的是要有人出面 推动凝聚各方共识 李辉说各方高度关注危机外日风险 特别是核安全 人道主义和粮食安全等方面 各方都应该为确保核设施安全负责 李辉强调 乌克兰危机最终只可以通过对话谈判解决 俄乌双方立场有很大差距 但亦都存在共识 俄罗斯说从来不反对和谈 乌克兰亦都表示真是和渴望和平 他觉得双方并未关死和谈的大门 如果真的想停止战争 应该停止向战场输送武器 否则只会不断推高紧张局势 他又说中方愿意积极考虑再次派代表团访问欧洲 对于美国华尔加日报早前报导 说李辉在访问期间提出 被俄罗斯继续管控已经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李辉说报导并不属实 库里巴外长本人做出澄清 这说明华尔加日报有关虚假报导 不仅完全不符合事实 也不得人心 也不得人心 明显是在挑拨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 李辉自上个月15号开始先后访问乌克兰 波兰 法国 德国 欧盟总部以及俄罗斯 期间会晤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 外长傅列巴 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官员 无线电视记者陈慧珊报导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半岗天气炎热 天文台下午录得35点2度 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 劳工处短时间之内 几度发出和取消黄色工作鼠热警告 有建筑业工会认为 安排仪器无所适从 烈日当控 在户外做事的人感受最深 劳工处先在早上11点50分 发出黄色工作鼠热警告 两个钟头之后取消 但只是10分钟之后又再度发出 生效一个钟头之后取消 20分钟之后 即是3点20分再次发出 直到4点20分取消 根据指引 黄色工作鼠热警告生效的时候 搬运工人等中等劳动雇员 每个钟头要休息15分钟 摘铁 棚架工人等极重劳动雇员 每工作15分钟 需要休息45分钟 你在做事和休息室的地方 是有一个距离在那里的 你说红色我要走回去 哇我刚刚坐下来 又说又说什么了 又说下了快点出去 出去又不行了 就运动了 有工会认为安排无上适从 有工会认为安排无上适从 又商会也说指引不可行 都没安排或休息 那可能就开了 这个是对整个工作的安排 是非常非常大的困扰和困难 其实我们现在行内 在天气暑热的时候 一直都有安排工友 自己去安排休息的时间 又或者有些安排 冰凉的饮品 凉茶 西瓜 甚至是雪糕 风扇 现在因为没有这个指引之前 这上列我所说的安排 是比较弹性地去执行的 是根据地盘实质的情况 梁敬国又说 会尽快与业界商讨 制定一套能够配合劳工署的指引 方便业界执行 无线电视记者曾今报报道 内地多个地方再次出现 零星散发的新冠疫情 其中不少是二次感染 有专家说 有人甚至会出现三次或者四次感染 北京市委员委公布 今年5月中的报告发病数 大约是4月底的4倍 有内地流行病学专家说 随着抗体逐渐减弱 所以二次感染持续的时间 会较第一次更加长 并不排除有人会多次感染 但随着新冠病毒变种减少 早前形成的抗体 能够减轻再次感染时的症状 近年内地不少人 误度高薪陷阱 被压到缅北等地重施电信诈骗 期间遭受弱打 甚至是被逼卖血 官方近日公开有关画面 呼吁民众提高警觉 被人禁锢毒打 用电击棒电击 遭人吊起和用棍打 国家反诈中心和央治近日公布多段画面 全部都是境外诈骗集团 虐待受害人的片段 小徐被高薪陷阱有骗子 在缅北从事诈骗活动 曾经逃走 但是被人捉回来 之后就遭受非人虐待 天天晚上做噩梦 因为当时他把人打死的过程 亲眼目睹 关了15天水牢 水牢就是一个院子里面打个盆 就跟那个水池一样 水是臭水膏的水 每天泡7个小时 之后又有人强迫他卖血赚钱 虽然之后获够 但是体重就由95公斤跌至55公斤 来自四川的男人代林 两年前同样被骗至缅北从事诈骗 但他之后因为业绩不好 被卖至餐厅打工 经过近两年时间 中国警方在今年3月成功将他救出 另外广东杰阳有6名青年 在4月中被骗至缅北 年纪最小的只有17岁 警方在星期五公布已经救出6个人 他们全部都已经返回家乡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榮报道 日本小子化问题加剧 新局率跌至有纪录以来新低 日本政府公布去年的人口数据 合共有大约77万个BB出生 是第一次跌到80万以下 也是1899年有统计以来最低 为了解决小子化问题 当局提出儿童未来战略风针草案 扩大领取儿童津贴的范围 取消相关收入限制 并将告众生纳入津贴对着 相关预算规模 每年达到3万5千亿日元 当局计划透过 浙省公共开支等的方式 推动方案 避免增加国民负担 日本推出一款自动贩卖机 在遇上大型天灾时会自动解锁 民众不用付钱 就可以拿到贩卖机里面的水和食物 作为地震、台风等天灾频发的国家 日本在防灾工作落足功夫 兵库院赤瑞士近月就在两处紧急避难所外 申计防灾自动贩卖机 贩卖机内装有300瓶饮用水和饮料 大约150盒应急食物 包括营养补充剂等 当发生日本震度5级以上的地震 暴雨或者其他灾难警告生效的时候 自动贩卖机就会解锁 给民众免费取用物品 而在平时 这部自动贩卖机和平常的贩卖机并没有分别 民众可以入钱买东西 所以不用担心里面的食物过期 造成浪费 另外在贩卖机旁边的回收箱上方 还设有存放紧急卫生用品的储物盒 提供便携式厕所和口罩等 防范天灾引发环境卫生灾害 研发防灾自动贩卖机的公司 已经和日本17个市政当局签署协议 赤瑞士是第一个正式推出 供市民使用的城市 希望之后可以逐步推广到全国 无线电视记者曾回申报道